离五一还有半个月 打工人已经挤爆旅游业 赶在五一假期前 中国山东资博靠着烧烤火出了圈 这座物价远低于一线城市的北方小城 成为很多年轻人五一期间出游的新目的地 资博的烧烤店和酒店老板们 已经在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不只是资博这个新兴旅游地 全国各地的旅游地都在等着五一假期的到来 早在三月 大家早早地开始准备五一出行计划 在去哪平台上 截至4月12日 国内热门城市五一机票提前预定量 已超过2019年同期 热门城市五一酒店提前预定量 较疫情前2019年增长4倍 根据携程平台数据 五一假期旅游人次有望达到2亿人次 这2亿人会在五天时间里 涌向全国各地的热门景点 在五一前夕 Tech星球访谈了正在旅游市场一线忙碌的民宿老板 导游工作室创始人 旅行社员工等 他们都已经进入五一备战状态 每天接待上百人的咨询 工作开始不分早晚 这种旅游忘记前的忙碌 他们再熟悉不过 这一次他们都不觉得累 更多的是期待 因为和这两亿人一同到来的 还有旅游行业的春天 我在新疆的旅行社待了五年 主要工作范围比较广 运营线上平台 销售 有时间也出去带个团 比如有客人特别指定 我呆的这个旅行社主要做西藏 新疆两个地区 传统的大巴团 五六人的定制小团都做 今年从三月中下旬 就已经开始有游客咨询新疆旅游 进入四月上旬开始变得很多 我不方便透露 现在有多少咨询量 但只要忘记一开始 我们设的员工都是24小时在线的状态 没有休息时间 随时准备回复咨询的客户 今年五一 大巴团偏向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喜欢成群结队 年轻人喜欢五六个人的小团 我们设的大巴团 在四月上旬就已经基本预定满了 我五一期间也已经被预定带小团 我们的订单已经预定到了五月十日 有的人会错峰出游 从五月二十日之后 一直到暑假又进入下一个旺季 相比前几年 生意肯定好不少 但还是没能达到2019年的水平 现在做旅游的同行太多 蛋糕就那么大 新疆的面积太大 大部分人第一次来会选择抱团 但来过一次之后 大家都会选择找个导游 司机就来了 所以旅游社都是靠线上平台来获新客 回头客少 相比旅游业的其他环节 旅行团的市场定价都非常透明 因为竞争特别大 像新疆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很严重 无非就是五天 七天 八天 各家的价格都在3000到5000元 人民币 579新元至965新元区间 顶多相差个几十块钱 要么住宿再好一点 可能相差几百块钱 不管是旺季还是淡季 旅行社应该是毛利最低的一环 司机跟酒店是绝对不会亏钱 旅行社只能靠谅 即使今年五一期间 我们也没涨多少价 因为涨不起来 相比平时 涨幅都在10%左右 导游基本被约满了 五一人手肯定不够用 成都 向导工作室创始人 我们是成都从业十年的向导工作室 旗下有50到80名合作的导游 主要是针对家庭出游的人群 制定私人定制化的旅游安排 今年五一期间的都在咨询成都市区五 七天游的比较多 周边的常规景点线路 比如峨眉山 乐山 九寨沟 这三条线路的访问量比较大 我们的客源主要是北京 深圳 上海 这种一线城市 从4月6日开始 每天的咨询量大概是在200到300人左右 基本都是4至6人的家庭出游 目前 每日的销售额 大概是在1.5万到2万之间 按4月中旬的预定单来看 我们旗下的导游基本被约满了 五一期间人手肯定不够用 按以往的经验 4月20日至23日会是需求量最旺的阶段 对于传统游客来讲 大家并不清楚 五一期间的溢价有多高 有经验的会提前至少半个月来预定 没有经验的基本上提前一周来预定 再没经验的基本就提前两天 在4月9日到14日期间 成都在举办全国糖酒会 各地的运营商商家都来到成都 在五一之前 成都就已经进入旅游的小高峰 旅游业都是根据实时的供需来定价格 现在成都的酒店的价格 大概是平时的2到3倍 五一期间更不用说 酒店价格最少是平时的2倍 目前旅游平台上评价四星的酒店 我们的成本大概是400元左右 游客自己的预定价格 已经在500到600元之间 其实今年五一的价格涨幅不算特别夸张 是旅游业正常波段内的起伏 在疫情前 每年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涨幅 山上1200元一晚的房间提前半个月定满 江西上饶民宿创始人 江西三青山杜鹃谷露营基地 是我第一次创业 刚开业一个月 基地在三青山著名景点女神像附近 有四间房和70顶帐篷 三月底就已经有客户开始预定 四月上旬就已经是爆发式 四月十日的时候 五一假期的房间都全部预定满 每个晚上帐篷预定了有快二十顶 现在每天都会预定五六顶帐篷 很多预定的游客都来自省外 江浙户地区 年轻人选择留宿的会偏多一点 虽然在山上的民宿酒店不多 总共就四五家 但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 价格涨幅也没有很大 涨幅在10%到20%左右 其实帐篷的价格挺便宜的 平时是200元一晚 五一期间的价格差不多 在260元 我们有间房的视野特别好 能直接看到女神像 一晚的价格是1280元 其他房间性价比也比较高 四人间上下铺 一晚的价格是800元 现在还不是预定的最高峰时期 很多人来江西旅游 都是周边游玩 顺道来爬一爬三青山 大家都是在五一假日前一周 再确定具体的行程 那个时候才会是预定的最高峰 按照目前的咨询量 五一节假日期间的所有帐篷 应该都会被预定满 整个基地有6名员工 运营的这一个月 我们还是在找定位 也在磨合 我们不仅是提供住宿 也提供餐饮 哪怕是没有预定住房的游客 也可以在我们这吃饭 因为是年轻人创业 我们的餐饮设计也比较年轻化 围炉煮茶 一人食 咖啡奶茶这些我们都有 今年五一也是我入行后 第一次迎接旅游旺季 整个客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我也准备好了方案 找了一些比较贴心的朋友 家人上山帮忙 给这段假期给扛下来 一车难求 五一出行不建议租车 性价比不高 北京租车公司员工 我们平台主要是提供商务车 大小巴包车服务 针对北京天津两地 今年五一可以说是一车难求 基本三月就开始订车了 去哪的都有 都是团体出游 河北北戴河 阿纳亚这两个地方的比较多 三十人的车型 十几人的车型 都有人咨询预定 过去几年因为疫情因素 整个价格都偏低 现在市场已经是用车的高峰 整个市场的价格都在一个高位 不光是五一期间 四月的租车价格都已经比往年同期高不少 五一期间 从北京市区出发到郊区 十五座的车型 当天来回的价格要到三千元 七座商务车包天的价格也在七百八十元 包车的价格都是实时变化的 租车公司一般都根据客户的用车情况 距离人数在进行报价 因为四月平日的用车量就已经很大 现在预定价格就处于高位 如果在五一前一周 可能价格还会有回落 而且现在也已经不是价格问题 五一期间的车基本都排满了 公司的业务比较多 来咨询的客人可能无法立马预定 需要查看排班表 如果出油人数少于十人 有私家车的家庭 其实不建议今年五一出油选择包车 性价比不高 不止五一 四月就已进入满房状态 云南民宿员工 我们公司在云南开民宿 有快十年时间了 分别在丽江 大理古城 以及尔海边 各有一家民宿 尔海的是2019年才开的 我们走精品陆续 民宿的定位偏高端 五一期间 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民宿 每晚的价格 从400到1000元都有 海边海景房起步价是680元一晚 这个价格和今年春节期间差不多 整个订单还是来自传统线上平台 有家民宿 有27间房 其他两家都是在十几间房左右 在抖音 小红书一些平台 我们开始大量发视频 吸引新客 我们做了快十年 已经积累了很多回头客 很多客人都是回头客 很多三年前来过云南的游客 都在今年五一重新再游玩一次 截至4月12日 三家民宿五一期间的房间预定量 都有60%左右 等4月下旬就会进入五一订房的爆点 其实 今年云南不只是五一节假日期间 是旅游旺季 春节期间 刘亦菲的巨带火了云南旅游 冬季本来也就是云南旅游的旺季 现在4月每天也已经是满房状态 所以 我们员工一直都是忙碌的状态 相对来说 也不会觉得五一期间会很特别 现在5月已经预定到了7日 8日也有专门预定5月中旬的游客 错峰出游 比较意外的是 今年五一期间 而海边的海景房 是老年人预定的比较多 他们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 也懂得享受 其实 在民宿上班 工作内容不会分得特别细 尽如旺季 什么都得干 我只需要负责其中一家民宿的日常运营工作 现在的时间 一半要负责平日的接待 另一半基本都是处理五一的咨询订单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